HELLO 大家好 飛行室在凝陶置 吳夏欣 現在我在中山的南投鎮 我身後這個項目是由三大開發商共同開發的項目 叫時光月 現在跟我們的鏡頭一起進去看看 MING PAO CANADA 向《展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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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就有请我们时光园这边的销售阿波 跟大家介绍一下它所在的位置和周边的配套 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时光园的区利亚地的位置 我们时光园是位于中山的北白阵区南投阵 我们北边的话就是一个广州佛山 南边的话就是中山城区和珠海澳门 东边的话就是深圳东门以至南沙 西边的话就是光门和哮兴 所以我们时光园是位于整个大湾区的一个地毫中心 我们周边的配套的话 两公里不到就是一个广州西线的南投位高速出口 和一个广州轻轨的南投的轻轨站 在我们南边150米就是一个中国的家电策略基地 这个策略基地的话是中山市政府重点打造的一个策略 目前的话现在在这里见在明年十月份正式投入使用的 里面有一条月桂东路 明年年初的话就去连置一条星辉南路的 它是双向绿车道 去到一个轻轨站和一个广州西线的高速口 大概就需要五分钟的时间 五分钟的时间 我们周边的一个交通的话坐轻轨一个站到用柜 两个站的话就到广州南站 去到广州南站的话可以缓成一个广深高铁 包括一个现在西九龙的高铁的话 可以直接去到香港这一块 大概是三十到四十分钟左右 往南边走的话就会去到中山的一个小南站 中山北站 中点站的话就是珠海拱北的 但你七处站的话就直接可以过关到澳门的 过关到澳门 高速的话就注意到广州西线 广州到珠海的一条高速 有些贯穿了整个中山 在我们这里的话走高速 目前来说往北边走三十分钟 就会连接一条广州的扰城高速 到东边的话就会过一条虎门大桥 就是东莞深圳这个区域 大概就是一个小时左右 一个小时左右 往南边走的话就会到达中山的城区 中山城区就会连接目前的心罗高速 包括它2024年会无逢对峙一条深圳通道 去到一个深圳或是保安机场这一边 大概就是五十分钟左右 它再往南边走的话就会连接一条 珠三角的环线高速 环约高速的话它目前已经接驳了 广州的大桥了 所以我们现在去香港 包括澳门 是很方便的 大概就是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加通路线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然后我们周边的配套的话 我们航目位于周边的配套 大概八分钟的生活圈里 包括南投的初级中学 星辉小鹤都是六分钟的时间 距离澳门的话就大概是五百米的 然后市场的话就是一个MASA 一个综合市场 距离澳门是三百四十七米 所以过去大概就是三十五分钟 然后在轻轨站旁边的话 会有一个海瓦崩分城 海瓦崩分城的话 是整个中山木船来说 是佔地最大 规模也是最大的 业怠最齐寸的 它是深圳的海瓦集成 我们这边建的一个商场 它整个佔地就有六十万平方米 目前的话会有两座写字楼 一座写字楼就是一个喜来登酒店 另外一座就是一个家电中心 包括里面会有一个华原玩家 华原玩家的话 就是目前整个中山佔地是最大的 1.3万平方米 而且还会有曼特影院 美食街包括大剧院 之类的都会有 而且海瓦打造的话 就是一个一而线的奢侈品牌的实体店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 我们整个南投镇的消费力 和消费需求是比较强大的 我们大概周边的位置的配套就是这样的 10分钟之内的生活圈 那和我们讲解一下 我们这个时光月这个项目的一个具体情况 OK 这边我和大家讲一下 我们这个时光月的一个项目的展示 好 然后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十六部中心 我们十六部中心的话 以后会造成一个幼儿园的 是一个公办的幼儿园 12班制的 到时交付给政府 然后我们整个项目的话 这个规模是分为一期和二期的 总共有10栋 有984户的 然后跟大家简单说一下我们一期的情况 一期的话基本上已经卖光了 然后移三楼就是顶楼 然后我们收楼时间就是今年年底的 12栋由今年年底收楼 三四栋就是明年的三四月份会收楼的 然后我们现在主要卖的就是一个二期 二期的话 总共是有30层高和33层高的6栋高层 高层造成的 我们整个小区的话 就是人车分楼的 车位全部都是负一楼 而且我们的比例是1比1的 所以我们人车分楼 而且我们小区的6栋率是37密度 是2.4的 所以我们整个小区的话 是一个高6栋低密度 通风采光 包括我们的居住的体验是高的 然后我们采用了800米的健身跑道 一楼是个5米高的架空层 这个架空层到时做一个小型的会所 满足到我们的业主 在楼下就可以有一个休闲的配托 包括有儿童娱乐中心 艺术浪亭 这些都会有的 就在这个位置 这些都是会有的 到时我们想满足到 我们每一个业主 在我们小区的楼下 都有足够自己的休闲配托 然后我们现在主要埋着 就是埋着一个6栋 6栋 和这里的6栋 和这边的3号楼 和这边的3号楼 然后我们假造的戶型 就是每一户都是朝南向的 每一户都是朝南向的 然后我们6栋的01、02 就是97个方的 97个方 它是南北对楼的 三房两厅两围 然后03、04就是86个方 它是三房两厅一围 光衰弧营 光衰弧营 然后去到我们3栋的01这边 就是116个方 116个方就是4房的 同样是做到南北对楼 都是两厅两围的 有02的单位同样是97个方 97个方同样都是南北对楼 三房两厅两围 03、04就是95个方 95个方就是一个朝南向的 一个86方的升级板 它是多了一个洗手间的 同样是三房两厅两围 我们这项目的最大的优势 就是我们每一个户型 都是朝南向的 我们现在站在这边就是南向 这边就是北向 而且我们每一个户型的赠送面积 是比较多的 我们的实用率 加上赠送去到96的 包括96的 哇 是的 所以我们的户型的利用空间 是比较可索性的 是比较大的 它是带装修吗 我们这边说 交付标准的话 是无批的 不带装修的 无批交付 是无批交付的 那大约是去到什么价位呢 我们现在做了一个比较特价的房 我们开发将为了回款 大概是7,600 7,600起的 房无批 那它这边什么时候交付 我们交付时间是明年的12月30号 但按照我们现在的工程进度的话 好像一期那样 我们都提前了半年 所以我们应该是明年的9月份左右 就可以收留了 嗯 就是整体一起交付 是整体整个二期一起交付的 OK 那它前面这个幼儿园 之后我们刷夺部所在这个位置 是 它到时何时可以投入使用呢 都是明年的年底 明年年底 是明年年底 明白 那我们这边的话 它到时是用自己的物业 还是外屏的 我们自己的物业公司 我们自己的物业公司 OK 明白 那我们不如上去看看我们的示范单位 好啊 我们的示范单位在二楼 可以上去看看 大家看看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86平方的两房 两厅一位的户型 飘窗 即是橙色部份 这些是全赠送的 还有我们阳台部份 这些位置就是半赠送的 为什么说它是二两房户型呢 因为这里有一间房是全赠送的 我们是没有送进去面積里面的 实际上它是一个现在一只三房的设计 进去看看吧 进来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因为它是无坯交流的 到时我们可以参照 它这个装修的风格 或者这种情况 去设计的 这边一进来的话 就是我们的这个 智能的门锁交标 还有这个位置是可以做为鞋柜的 它经常是无坯的 是无坯 但是我们可以参照它这种 然后这边是它开门的厅位 正体的 饭厅和客厅部份 这个位置就是它的厨房 它这个L型的厨房其实很大 厨房对开来的话 它还有一个生活的阳台 它这个厨房OK 不算太小 而且到时它是无坯的去交付 你这个阳台的话 你可以连在一起 就是把它融合为你的厨房的一部分 或者你直接就是作为一个活动的空间 即是浪衫 放洗衣机 这边还有一个比较大型的景观 观楼台 潮南向的 因为它这里所有的户型 它都是以潮南向为主 现在这个装修风格就是小清新的风格 约木色 不过我们的膠楼自己可以重新去设计 无皮交付 这里的话是我们的淋浴区的位置 它的厨房很大 是啊 空间感很强 它这里做了高低级 所以防止水外液出来 到时我们都可以参照它这种租化 这一间是它送的 即是阳台报建的 对了 阳台报建的房间 这个位置其实只有这一小部分是继续面积 其他这些都是属于送一半面积的 即是阳台报建的部分 做个榻榻米 是的 很适合做儿童房 真的是它说的 光衰护影 86平方其实是 做三房来说已经算是比较实用的了 这个飘窗台的位置是全正送的 这间就是客房 客房的话 它现在就做了两边落床 利用了所有的空间 只做了一边的床头柜 就是跟我们平时的想法来说 它这种是很折散空间 但侧面来说它就不是那么大 这间就是主人房 因为这是一个一位的设计 主人房就不是一套间 不过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主人房目前的摆放来说 已经是很大的了 这里有一个很长的飘窗台 它这间放了一米半的床 这里放了一个很大的床头柜 起码有60公分 还有这边还可以放一个梳妆台 和大大的衣柜 其实我们可以参照它这个风格 这间房绝对是超过10平方以上 非常之阔 现在这个是我们86平方的三房 我们再去看90多平方的这个户型 这个是80多的主人房 这个是80多的主人房 OK 几中的 我们再去看其他 这个结构大就看不到它的景观了 这个是97平方的 虽然也是梁广 不过同样也有一个阳台部件的房间 所以赠送年纪是比较多的 实用性都比较强 你可以看到它是双阳台的一个设计 南北通对流的 它的开间的话 这边有3米8 这个客厅开间有3米8 客厅开间有3米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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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也算很阔落的 我们进去看看 一进来这个位置 它是一个圆关位 你可以像它那样 这位置做鞋柜 而且这间房间就是它阳台部件的房间 哇 这间大很多 是啊 这间大很多 多8个方向 是 因为它这里没有塔塔米 它没有造塔塔米也没有飘窗 所以你完全在这间房间 你可以感受到它的面积 真的这个是很实用的 是 是的 完全非常实用 其实你像它那样 就算是放一张米8的床 你一样可以做三边落床 没问题 不过我稍嫌它这间房的摆置 有些柬楼 南北对楼 舒服 这个是一个3米8的开间设计 我们看看这个大的露台 景观阳台 它到时是非常阔落的 都OK 到时你这里可以放一个茶桌 喝茶 然后浪衫或摆放杂物 可以放在我们这个生活药台 去房这个位置 生活药台就小一点 小了 縮短了80公分 因为它跟我们的饭厅是一样大小的 饭厅这个位置 其实这里可以放一张细形的圆台 是的可以 到时这里再弄一个酒柜都够位置 这个厨房就真的比较大型 L型的 整个推拉门很阔 它没有装大 这个位置真的很阔 而且这个位置 预留冰箱位置可以放到三叠都可以 三叠都可以 三叠都可以 没问题 不过它这里有一个暗扭 这个是什么暗扭 到时如果你弄了这个插座之后 你可以放到三叠的冰箱 还有L型的一个厨房 它的升盘位置我很大 到时我都可以参照这样来弄 这个挺不错 是的 我觉得这个厅我比较喜欢 有没有感觉它这个厅位 很多的户型都是这样的厅 不过面积会大很多 例如我们之前拍过的 介绍过的斗门的光山会 也是这种饭厅客厅分开 但又是难不设计 它的厅位跟它差不多 但它就要去到100日以上 是 差不多 所以它的实用性其实都可以 最主要是南北通亮的台 这里是我们的公共卫生间 跟阿兴的卫生间差不多 我发觉它的面积也有很大 分寸我相对来说比较高 这间就是客房 飘窗台的话它就帮大家卖了 所以它就不计面积 这一部分 这部分就不计面积 我现在放了一张比较小的 Maii床 就做到了三边落床的一个效果 其实我觉得这间房 跟刚才阳台部件的那间不相伯众 对 大小的面积 来到我们主人房部分 主人房的话它是一个套间 这间房够大 它真的 两个户型都是主人房相对大 算是给住家的这种享受的感觉 可以放到接近 这个是一张米8的床 其实都可以放到两米大床 即是King Size的床都可以放到 然后它飘窗台一样是阻碍了 所以空间的视觉效果就增大了 这个位置它有很多空间 这边就可以做我们的一个衣柜位 隔着厕所 或者你做了一个L型的这个衣柜 就夹着了这个卫生间对床的尖解 看回我们这个卫生间 这个卫生间其实跟公园一样大小 我觉得它的卫生间和房间都比较大 果然它的实用性是比较强 这个户型我都相对比较满意 是 我也满意 是OK的 而且刚刚阳台部件的那间房 其实大家可以作为一个长者房 因为作色时间不同 如果你晚上睡觉玩手机 怕影响到别人的作色的话 这样其实是适合的 分开这边做长者房 那边住人房和儿童房 挺舒服 现在再带大家看一个更大一点的卫生 多大 110多 118 这个90多 这个97 118的 看一下这个卫生图 这个厅的厅是4米1 比较多30公分 这里包括饭厅都一样 3米3比较多30公分 大家可以看到 同样一进门这间房 也要替它布片送一半 也是南北对楼的设计 但计算3加1的房间 就算是4房的设计 118 4米1 紫姆门 我已经是用到紫姆门了 果然大户型的比较高级 这里是一个圆关的位置 作为我们下櫃的一个摆放位 这间房就是我们阳台部件的空间 现在大家看到的话 全部是没有摆放家具的一个样子 但是不要误会 这个不是胶标 我们是毛皮胶库的 这间房间 整体来说的话 做一间客房其实是比较合适的 因为这里的房间的大小 目测都已经超过了七平方 你这个位置 刚好两边插座位 这里可以放一张米5的床 或者你靠窗台的话 其实可以放到大床 这边就放我们的衣柜位置 床头柜的位置 都是可以的 作为长者房来说是没问题的 或者做客房也很合适 客房 对啊 你看这个四米一开间的大厅 它没有摆放家具 但是它又做好了 这个感觉真的很大 很阔落 看看我们这个阳台 都大很多 如果把它托出去 封了阳台 这个厅不是不得了 即是面积大 露台都大 对啊 南北对楼的这个设计 这里就可以放一张超大圆台 还有看我们L型的厨房 这个厨房比刚才97的厨房 确大了一点 我觉得差不多 确大了一点 没什么太大的感觉 但是它的厅又大很多 这个就是我们的生活露台 到时洗衣机摆放就可以放这边 同样这个位置是我们的公共卫生间的部分 这个浪浴区大了很多 这边就是三间房的设计 这边是我们其中的一间客房 比较方方正正 放床比较好 这间就小一点 但它有一个飘窗堂 这个就做榻榻面 对 这间可以做意图房 就榻榻面 主人房的话是一个套间 哇 这个主人房很厉害的 其实是真的可以放到大床 而且这边就可以减出一个小型的衣帽间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还有我们的私人的套房 那个卫生间 这个套间的设计 这样数起来 可能这些户型 90万有找的 对 7000多元一平方的这个 这个价钱 其实在周边来说算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价位 相对来说 对于我们平时看惯了珠海高价位的这个 这个单价 这个我们觉得很便宜 这边我们觉得很便宜 这边一来说 咦? 7000多元而已 因为这边是属于我们中山的南投 比较靠近信德的位置 它在中山来说算是边界 也不会说是中山的城区中心 所以它的价钱相对来说会比较低一点 还有这边它也是比较适合自住的一个区域 因为我们这里有轻贵站 比较方便回到广州或者其他地方 并且我们这里价钱低 第二个它靠近信德 信德多美食 如果是考虑买来退休养老 不太说特别在区域的话 考虑价钱低的情况下 可以考虑我们南投的 因为南投这个位置的话 其实它去信德也好 或者是去广州也好 都是比较便利的一个地方 而且价钱相对比较低 这个项目同样也是大开发商 远洋、玉辉卓越、三大开发商 联手的大品牌的开发 所以它其实都是比较值得我们去持有 最重要的一样 我们的户型其实都非常不错 非常实用 是一个很实用的户型 很适合自住 没错 以后的话这边的话 这些户型脱手型相对来说 都会比较容易 我们今天介绍这个时光月 这个项目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各位观众朋友对它那么兴趣的话 欢迎联系我们取详细的资料 下期见 拜拜